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回合的张伟丽突然精神抖擞 改变战术 用强大的地面本领打得对手惨就连年 经此一战 张伟丽彻底震惊了世界拳坛 最长比赛无论回看多少遍 都不得不佩服张伟丽的智慧和勇气 好 注意看视频当中的黑皮肤选手 便是来自于巴西的擂台挑战者 黑寡妇玛利亚桑托斯 凭借极其幽默的身体天赋 已经在国际拳坛拿下16连胜 在来挑战张伟丽之前更是撂下了狠话 张伟丽我希望你准备好遗言 和你的家人做好道别 因为这次我去中国 不仅要夺走你的金腰带 我还要夺走你的小命 而这场比赛的擂台守恋者 正是我们熟知的格斗女王张伟丽 身高1米63 臂展1米60 张伟丽在明知对手的体重 比自己大的情况下 她明知山优狐 天下武山行 本场比赛她非打不可 桑托斯怎么目测要比张伟丽高一些啊 是因为发型连辅吗 应该是 你看 手很长啊 对 而英姬也不错啊 手的攻击范围很长 张伟丽 小心 把这个拳的攻击范围是很大啊 对 要注意对手打赢击这个 哎呦 你看同时出拳的话 对方是先能打着啊 对 我们常说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前 这场比赛由于B站上的差距 我们伟丽现在是无论怎么换拳啊 都换不过对手 可偏偏我们伟丽又是一个降骨头 非要在战力上和对手啊 依旧高下 拼旋拼不过 那我就击腿 张伟丽这个姑娘实在是太倔了 不太像我们以往看到 大多数的这女子选手那种力道啊 对 确实很足啊 漂亮 好 这是接到腿以后 一个带劲的摔 确实是很长啊 哎呦 你看 这手长脚长啊 很明显啊 张伟丽不要跟对方换前手 没有异议 没有异议 好漂亮 张伟丽的腿法现在很不错 不要吃对对手的直线啊 对对手的后手拳也威胁性比较大 对 这场比赛张伟丽之所以这么难打 观众朋友们 不只是身高必斩和体重上的差距 而另一方面啊 是对方在按 我们在明 这个马利亚桑托斯 他已经研究张伟丽 据说已经很多年了啊 他把张伟丽的打法 风格和技术特点 早就已经研究透了 而且他还制定了一个 专门克制张伟丽的打法 正所谓打江山翼 守江山男 张伟丽现在啊 就是守江山 我觉得张伟丽还是 尽量前腿内侧 对方的前腿内侧多体 对 对方全发力也很整 嗯对 要不是这两个女子选手 打出了男子比赛 那个味道 对 拿好防御啊 防御一定要拿好 出腿的时候啊 手要抬高 因为很可能对手会 我硬吃你一脚 然后还你一拳 对 就打你这个迎击 对 你看你看 这方啊 你看 马上就这意识啊 你看 闹 颈 晋 你 就不打死你了 不打死你了 不打死你了